在防控新冠肺炎期间 一张来自美国疾控中心的科普图 在近日走红网络 这张图分析了36种胡子类型中 哪些适合戴过滤式面罩呼吸器 建议刮光胡子最安全 巴斯胡 向海式胡子和佐罗式胡子也是安全的 杜新闻军调查发现 这张图实际发布于2017年 初中并不是为了防控新冠病毒 文中说的过滤式面罩呼吸器 也并非普通的口罩 呼吸器是一种戴在脸上 至少覆盖口鼻的个人防护设备 用于减少佩戴者吸入蒸汽 有害空气传播颗粒 过滤式面罩呼吸器就是其中的一种 由于胡须会影响呼吸器佩戴的气密性 因此才有了这份胡子指南 虽然它只是一张旧图 但是能有现实意义 什么样的胡子会影响到气密性 是那些在口罩与脸部贴合边缘地带的胡子 胡须过长会妨碍到口罩的密封性 这些污染物会随着气流穿过面部毛发 进入口罩佩戴者的呼吸道 即使一两天不刮胡子 也会降低口罩的保护作用 有研究结果显示 与每天干净彻底踢虚者相比 踢虚马虎的受试者 面部毛发导致口罩漏气的几率增加20至1000倍 2月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NHS信托基金会的领导层 日前向员工致信 建议踢掉胡子以降低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几率 理由是胡须会阻挡口罩完全包裹住脸部 从而影响口罩的过滤性能 新京报动新闻综合整理报道 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